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們這個工作坊是由兩部份組成 一個是幸運人的寫生 另一部份是故事寫生 故事寫生是以地攤形式的工作坊 想邀請路過屯豪這大街坊 分享生活的小故事 同時我會把小故事分享給其他街坊 故事寫生的意念是怎樣 很多時候寫生是風景畫 或是生活面貌的一些影像 對我來說 那些影像背後 那些人為何這樣做 理解他們有甚麼感受 關於他們的生活 裡面有甚麼故事 我是很有興趣去發掘它 我想用故事去充實寫生這個形式 實踐上的挑戰 其實講故事是需要分為的 講故事的場景 通常都是很多人圍在一起 這個分享一些 那個分享一些 我的處理可能要個別去問他們 去訪問他們 或者聊他們聊天 這次在這輛寫生車上面 其實我放了三個幸運輪 我那個寫生的workshop 都是叫做幸運輪寫生 其實就是想借助三個幸運輪 去幫助參加者 可以找到他們寫生的主題 例如第一個幸運輪最小的 是關於寫生主題的距離 第二個就是關於一個情緒 第三就是他要畫的一個景物 是這個環境裡找到的景物 我就是想讓觀眾感受到 或者參加者真的畫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把眼見的東西 只是如實去畫 其實你可以加一些不同的心情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種寫實 對我來說 我又多開心 到今天我來到這個環境裡 其實我是看著這個現場的環境 我才決定我這三個幸運輪 究竟上面的字眼究竟要寫什麼 其實我在寫的過程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寫生 就是我和這個環境的互動